不 不 不 有没有牧师帮忙 加血加血啊 少少人 我们想加油 我们签到百花之道 我们厉害 不要让轮回的人拉到仇恨 这个豹子 我们罢取雄徒志在毕德 华谷那帮人 连豹子都不抢 趁现在抢豹子的人少 赶快拿下 不说 干嘛这么认真 你要虐菜找优越感 换哪不行啊 赶紧想装掉线 我看你也不怎么放松啊 那必须的 我这在重组单队 杀回联盟 当然要认真了 原来是你 你不是说虐菜 没有优越感吗 我看虐虐你 还是不错的 这家伙装备 加了多少属性了 反而是有个支援就好了 放心上 实际正好 多谢了 来吧 谁虐谁还不一定 一直满血 有意思吗 看哪边的牧师 先耗光法力啊 无聊 你老跑什么 不要总是随便放弃 等我瞧完BOSS 我来收拾你 你怎么和过去一样难缠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该有了 你不是都拥有过 你在直说什么 冠军这种东西 我没听说过有人会嫌多的 我 我去 荣耀职业联盟第二赛集中赛 今天可以加入联盟的百花战队 瑞伍可丹 在基层榜上一路领导 以黄介石落花浪尽 可丹要增加百花缭乱构建起来的双核大法 令人耳目一新 有评论家大胆钻研 联盟从此将进入双核时代 非常可惜啊 第三赛季夺冠的最热黑马战队百花 击败家世 揽破亚军 期待他们之后的成绩 第五赛季孙哲平因手伤中途退役 张家乐接替队长职务 再次与冠军擦肩了共 恭喜百花再叹一个亚军啊 明年继续哦 穿河变蛋了 肯定没戏了 没听过那句话吗 好炫 可惜没啥到 再一次 百花战队在张家乐队长的待命下 成为一期赛季吹赛吹 他们能成功吗 我们永远可以 不好 百花战队现在的出现非常难败啊 真的可惜 今年已经打得很好了 就是差点运气 张家乐虽然个人能力非常强 但是似乎始终时运不济啊 对啊 真是可惜啊 我来了 决定退役 夺冠的感觉会让人上瘾的 我真的有点怀念这种感觉了 我完全不觉得自己到了要退出的时候 只要还有一线机会 我就永远不会退出 哪怕多一天也好 大哥 你现在也在退役中好不好 奋斗并不只局限于职业联统 这里也是荣耀 这里才是我们最开始的地方 谢谢 谢谢 谢谢